天堂和地狱的故事 因为一次手术的意外 蒙德遭遇了宾死体验 20分钟让他游历了天堂 而讲出了他神奇的经历 在一次睡梦中惊醒 伊尔在地狱中 就度过了宾死体验的23分钟 讲出了他在地狱的遭遇 无论是蒙德的天堂之旅 还是伊尔的地狱之旅 都让他们有机会 进行了和神的沟通 并从神那里学到了一个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美国的 南加州的一位地产经纪 名叫伊尔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在1998年 伊尔和妻子参加完了固定的仪式 准备回家睡觉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 但是不知不觉已经半夜了 伊尔在睡梦中突然就醒了过来 他觉得当时有些口渴 起身想要去喝杯水 水一喝完 他立刻就觉得自己出了一身汗 又像是睡着了一样 突然之间他就发现自己的灵魂 像是被从身体里拉了出来 他进入了冰死体验 他就发现自己 什么都突然之间感觉不到了 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一样 他通过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再一看他就发现自己 已经躺在了冰冷的石地板上 四周一片漆黑 只有一盏油灯挂在墙上 借着微弱的灯光 他可以把一切赶紧看得清清楚楚 伊尔说自己立刻就在一个楼房里面 像是地牢 有石板 地面和石墙 而且这里烟雾弥漫 又臭又脏 那种味道就像是烧焦的硫磺 而所有的房间都是一片漆黑 一片寂寂 黑色的大门紧闭着 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无论他走到哪一扇门 房间里都是空的 无论他走到哪儿 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地狱当中 突然之间他就感觉自己越来越热 而在头脑中就出现了一大串问号 我怎么会在这里 正在疑惑的同时 伊尔就看见了牢房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恶魔 而恶魔口中还念念有词 向他走了过来 嘴里滴咕噜的不知道说了什么 很轻松的瞬间过来 就把他拎了起来 扔到了墙上 就像是在丢一个玻璃杯一样 那么简单 而伊尔就瞬间感觉到了 自己的骨头 好像都断裂了 就在这个时候 恶魔用爪子还插进了伊尔的胸口 他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牌 呼吸也越来越困 仿佛再次经历了死亡 而伊尔虽然是灵魂的状态 但是仍然有感受 他痛苦极了 他哀求这个恶魔放过他 但是恶魔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 对人一点都不仁慈 还是继续的折磨他 伊尔说在地狱中的时候 你会清楚的知道 那些可怕的生物 是被派来永无止境的折磨你的 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罪恶而产生的 你无法消灭它 伊尔还说当你在地狱的时候 五官的感觉非常的敏锐 比你在地上的时候 所能感知的的要多得多 所以你承受的痛苦也会加倍 伊尔就发现自己 又突然之间躺回了牢里 四周变得非常的黑 伸手不见五指 那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黑暗 他说地狱的黑是超过人类想象的 就像是一片汪洋的大海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然后突然之间 他发现自己可以爬动了 他就看到了一个门 于是就朝着那个门爬了过去 当他打开这扇门的时候 他突然就感觉到了 一股异样的热浪扑了过来 他爬出了牢房 却突然之间听到了一万个人 在尖叫的声音 而且伊尔很确定 这个声音是以万来计算的 他说他们非常的大声 伊尔试图堵住自己的耳朵 但却完全没有用 伊尔说因为那太大声了 声音穿透了你所有的感官和细胞 你无法躲避掉这个尖叫 而恐惧会压迫着你 让你感到一种压迫的害怕感 让你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 那是一种绝望 除了黑暗呢 监狱中还有无尽的干燥 没有水 伊尔就形容了一下那种感觉 就像是你在死亡大峡谷 跑马拉松 跑了好几天 口干舌燥却得不到一滴水 满满的绝望感 他说地狱里就充满了烟雾 牢房 牢狱 火坑 还有大片的火海 而魔鬼的味道 就好像是臭水沟 腐烂的肉 发霉的食物 和一切你能够想象到的坏的东西 混合起来的味道 如果你用鼻子 把这个味道吸进去 会致人于死地的那种感觉 当你在一万个这样的房间里 走来走去的时候 世人都会感到绝望 这是一种对精神和意志力的 极大的考验 这是一种无可抵御的力量 就像是一场噩梦 在你的梦中盘旋 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着你 你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甚至还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从你的身边经过 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穿行一般 没有人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那是一种让人疯狂的绝望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恶魔突然又抓住了伊尔 要再次折磨他 虐待他 他知道这一次恶魔要粉碎他的头 手臂和脚 而说到这儿呢 他再也不想去描述那种痛苦 因为每一次的回忆对他来说 都是折磨 就像是你在人间做过多少的坏事 就要承受多少的痛苦 加倍归还给你一样 就在这绝望的一瞬间 突然之间 神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神的光芒照亮了四周 整个世界突然都亮了起来 整个地狱的打电 似乎都活了过来 每一寸土地 每一粒沙都充满了神秘的力量 伊尔立刻就扑倒在了神的面前 向神求救 他不敢向神多说一句话 生怕自己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而伊尔说 那是在那个当下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忽然伊尔就发现 自己已经离开了那里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神还在他的身边 但是天空一片漆黑 连一颗星辰都没有 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向外望去 他看到了一幅 只有在可怕的神话中 才能够见到的景象 天空中黑压压的全是麻雀 但有一处是黑漆漆的 就像是现实中被撕开了一个洞 那是一个破碎的空间 类似于黑洞的中心 连接着无数个空间 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控制着周围一切的声音和光线 让这一片区域变成了死寂 伊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就问了神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让我到这个地方来呢 神对他说 因为人们不相信 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神还对他说 去告诉人们 地狱并不是我的本意 这不是我为人们造的 这是人类的恶意所造成的空间 而他们又被恶魔和坠天使 所保留了下来 神说我不愿意 任何一个生命来到这个地方 而我给了你一张嘴 你可以去回去告诉人类 而这个时候呢 伊尔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身体充满了 神给他的意念 让他去触碰神的那颗心 让他去体谅神是多么的大爱 是人类难以相信的爱 他说我甚至无法领会 那种巨大无比的爱 因为我们小小的身体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 他说我们人类都是爱自己的妻子 儿女 亲戚朋友 然而无论多么爱 一点都无法和神的爱相比 他的爱是无限的 超过我们的爱 而我们对陌生人的关心 关爱却很少 这是我们人类所缺少的东西 伊尔说我感受到了 应该去学着降低欲望 减少人世间的尔虞我诈 回归我们的人类的初心 突然之间 伊尔就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正静静的躺在床上 伊尔终于安全的回到了人间 这个事过了一年 最后他才慢慢的平复了下来 从此之后 伊尔就改变了自己的 以往对人生的看法 并声称感谢神的救赎 他将这次地狱之旅 就写成了一本书 名叫在地狱的23分钟 下一个故事呢 是有人在短短的20分钟 到天堂去了一趟 故事就开始于1971年 美国的年轻小伙 被集体征召入 蒙德也是其中一员 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运动员 因为他自己的篮球技术太好 而被留在了军中打球 也就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留在部队之后 他开始了疯狂的训练 很快就成为了队伍中的核心球员 很多跟他一起来的同期的兄弟们 都被派往了越南前线 不少人在战争中受伤 而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命运的安排 让他就躲避了战争的命运 还让他在一次特别的经历中 与死亡擦肩而过 几十年前的蒙德28岁的一天 他正在滑雪 突然之间斜坡中就发生了意外 摔倒之后很快的就爬了起来 当时他只是觉得手不太对劲 他拉开手套才发现 自己的拇指已经脱臼 正软绵绵的搭了在皮肤上 大家赶紧就把他送往医院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送医却把他送去了天堂转了一圈 他经历了一场冰死体验 那么有人肯定会问 手指脱臼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怎么会冰死 蒙德就回忆说 在手术之前 麻醉师原本是要给他用药的 但是麻醉师临时有事被叫走了 就留下来一名护士来做麻醉 这个护士他说从来没有经过麻醉培训 也是用止血带调节局部麻醉 方便进行手术 所以这个护士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结果在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麻醉要沿着蒙德的手臂 直接就进入了心脏 很快他就停止了呼吸 而整个身体就瞬间丧失了知觉 当时那个护士惊慌失措的 就冲出了手术室 尖叫着说他杀死了蒙德 医护人员赶紧就冲过来 努力的救他的生命 还有医生还继续对他的手指进行手术 而这一切都被蒙德看得清清楚楚 他描述当时自己直接从身体里飘了出来 他听到了一声轰鸣声 他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东西 进入他的胸膛 而把他推了出去 他说我就站在那里 看着我的身体 我从上面看着下面的一切 看到我的身体就躺在这个手术桌上 蒙德瞬间进入了冰死体 突然之间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 示意我别动 他说一个信息瞬间打到了我的脑海里 他说你该走了 蒙德说当时他清清楚楚地感知到 有人在他的身后 但是他无法注视那个人 他只是通过思想与他交流 而那个人也是通过思想来跟他说话 然而接下来的场景就开始迅速地转化 蒙德就看见自己站在一片田野里 那是一片美丽的田野 有高高的草 大概长到他的腰那么高 他说这些草在流动 像是流淌在我脑海里 我感受到了来自草原的爱 他躺在这个草地上 身上的青草就散发出了一股清香 把整个人包围了起来 他说我感受每一次呼吸的亲密感 而此时另一个信息就打到了他的脑海里 说告诉他不要回头 蒙德就只能继续向前走 并发现自己可以左右看 也可以向前看 但是就不能回头看 他回忆说左边的是一棵大树 那是一片森林 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树 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金色的光芒 像是森林之王 那么这个场景中的物体的颜色十分的鲜艳 那是蒙德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 蒙德后面的人说 那是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东西是三维的 它们不可能和我们结合在一起 而形成一个美丽的整体 所以我们看到它们的轮廓和颜色 仅仅是因为我们站在那里 而不是站在另一个地方 蒙德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只当这是一种幻觉 因为我盯着它看了太久了 在蒙德和树木之间还有一片长到腰部的野花 那么这个野花全部都面向着蒙德 蒙德就能够感受到它和野花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他想要触碰它们的时候 它们就像一股流动的水流 将它团团围住 而每一朵花有七片叶子 每片叶子上都有一条细长的脉洞在流动 看起来栩栩如生 那么这些花也发出了一种爱 是一种非常平静的感受 然后蒙德就看向了前方有一片云 当他想要触碰这片云的时候 它就像是一股流动的水流 也将它了团团围住 而蒙德说这片云就是明亮的珍珠白色 突然之间一段视频就开始映入眼帘 然后蒙德就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从出生到他28岁 他说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完成的 而我所经历的 我所见到的一切 在我的生活中都显现了出来 他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记忆 仿佛我自己又活了一遍 他说我看到了我的家人 看到了我的父母为我和我的运动生涯 而做出的牺牲 而且还带我参加所有的比赛和所有活动的一切 就让我明白了很多的事情生命的可贵 他说我知道每一秒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要把它们表达出来 这一切就是出于一种纯粹的爱 当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 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只当这是一种幻觉 他说我忽然就意识到了 人的存在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在回顾一生的过程中 蒙德就发现虽然在人世中衡量善恶 常常就会有灰色的地带 有一些社会上的人 有时更容易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被隐藏了起来 但是在那个世界 他说一切非黑即白 善恶分明 他曾经参加过职业运动和大学运动 都是尽一切可能的取得成功 他说我做了许多的大事 同时也做了许多可耻的蠢事 他还说在商业界中 为了出人投地 很多时候你必须一路碾压其他人 那么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为了达到目的 很多人不择手段 所以他就说 我意识到了我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在蒙德看完了这一身 又回到了那片云的面前 他走向了那片云 云中瞬间伸出一只手 蒙德无法确定这只手的颜色 因为它实在是太纯白了 那只手比他要大一些 他确定这个云里面有一个人 那个人比他高一些 而蒙德确信 那有可能就是创造世界的神 而神就告诉他 现在还不是你去世的时间 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于是神就让他明白了很多事情 也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未来 而到这儿呢 一切呢都结束了 蒙德瞬间灵魂被送回了身体里 重新就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啊 醒来之后躺在担架上 被送出了房间 突然之间 他就开始全身抽搐乱动了起来 就好像在身体里发生了一场大战 因为他明白啊 自己的另一面有可能是不想回来 他必须控制自己 那么后来他才知道 在他回来之前 他已经被宣布死亡有20分钟 获救之后的蒙德呢 就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 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的意识都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 蒙德最终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随后的40多年呢 他把帮助别人呢 作为一身努力的方向 他说我被送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这辈子太自私了 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善待他人 并以我应有的方式去尊重他人 从那以后呢 蒙德一身仁慈 待人宽宏大量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意 所以蒙德意识到 他在地球上获得了另外一个机会 所以他必须得抓住 因为他希望在下一次回去的时候 他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么无论是蒙德的天堂之旅 还是伊尔的地狱之旅 都让他们有机会和神进行了沟通 并从那里学到了爱 此时此刻对于自己的爱 对所有人的爱都是那么的强烈 或许神性呢 就是关爱他人 保留内心的善良 而不是放纵自己的生命 所以大家觉得呢 好了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以上呢 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 魅精正式的事情 大家不要太当真哦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